嗨,大家好,又和你们见面了 那么这一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曾经给我留下三个痛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 摩托车的,Cafe Racer 这个其实还挺有名的,以前在游离机时代 去年摩托车总在天津中泰自己造假,售假 然后还自己举报它的卖家 我当时就起动了一个受害者 造成我的当时的店铺被售假处罚 然后就是从此一蹶不振 就直接的造成了我后来去了云南 就放弃了我的这个方面的生意 然后现在又来了北京 所以跟他还是有点远远的 其实严格来说的话 跟Cafe Racer应该没什么关系 好,事隔了这么久吧 差不多就快一连了吧 因为Cafe Racer摩托车的话 在国内的话 以为他就跟以前的黑楼一样 就是一直被模仿的对象 所以一般那个南洋渠道的话 也是大家都不是很放心 所以我耗费了一些精力吧 就找就是百分之百稳妥的渠道 拿到了摩托车的它的尼古丁岩的产品 包装非常奇特 像以前买的游戏卡带 那个掌机的那种卡带的那种塑料盒的包装 它的名字起得非常的奇怪 它叫做 Salty Bastard Bastard是什么意思呢 是英语里面经商会骂人的一句话 它不是以前有一款叫皮子吗 其实它也有点这个意思 像什么杂种啊 什么混蛋的什么之类的 盐混蛋 当然这样翻译不大缺席 它的包装非常奇特 其实还比较精美的说实话 这个是正规进口的 是有这个中文的标签和这个挂奖区的 Cafe Racer的话也还是比较注重中国的这个市场 去年中泰的事情出生出的时候 它就把基本上把国内的种袋给收回去了 好像他们自己在做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确定 它有三观口味 第一个Traditional Tabacco 就是传统的那个烟草 Tabacco的味道 Tabacco味道的话 我听说是有点像以前那个幸运 幸运13的味道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这个 橘子 叫Tangerine Tangerine吧 它是橘子的意思 应该是一个水果口味 然后第三个是Ice Tabacco Tabacco Ice 是冰烟草 我听我微信里的一个朋友说 他说冰烟草不是很好抽 但橘子是最好抽的 Tabacco是13的味道也挺好的 它的看法 它的意见 我今天只能抽一个 因为我的这个Aurl只有一个无花线 好的 我到底该抽什么呢 其实我最想抽的还是这个 标准的Tabacco烟草 就是它以前的幸运13的味道 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一个塑料盒子 大家看 它是一个塑料盒子 然后里面呢 是三瓶10毫升装的 总共就是30毫升 它这种设计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 我每次一开只需要开一瓶10毫升 我可以在一定时间的把它抽完的话 另外两瓶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第二就是我方便分享 我抽它 我觉得不错 对不对 那我拿其中一小瓶 我直接送给朋友 让这玩意去尝试 我觉得这种设计其实挺好的 并且我觉得应该推崇这种设计 但是设计的话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它的成本会增高 我们先不管它了 这个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们看看 它的这个三种口味的话 它的这个毫克是只有25毫克的 2.5% 说实话我不是很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抽至少 百分之四 就四四毫克以上 我才能够满足我这个接引 但是我听说 我知道就是 应该马上会出一款 Cafe Reza 在美国专门调的一款 四四毫克的一个油 但这个油呢 先供一次性小烟的 这个是后话了 咱们就师妹一带吧 我们来现在试试 这个25毫克的传统的tobacco 确实这个设计还挺好的 但是我现在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油仓洗一下 然后换新的五花心来抽它 我抽了三仓油 我之前那个抽了三仓油 抽了三仓油的话 下面 我之前猜之前用那个五花心之后 打开之后这里面是没有冷液的 因为我凑了三仓油 六毫克的三仓油 六毫克的 说明这个机器的话 这个机器的话 好的 似乎隔壁的装修已经完成了 已经没有听到 就行了 我刚才我已经把这个 这个 Salty Bastard 那个烟草的感觉 它虽然只有25毫克 因为我之前觉得25毫克会不会不够 但是我抽到这25毫克的话 抽个两三口感觉 也还行 有几乎感 就它 就它不像我之前抽的40或者50那样 一下去就有很强的感觉 它下去是隐隐约约有点感觉 要不然只抽第二口啊 第三口的时候 才会有那种满足感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但是味道却也是很拔 味道却是很拔很香 好像是带一点点蜂蜜的那个甜味 因为蜂蜜的话 经常会用到蜂蜜啊 糖啊会用到那个烘焙里面 所以中间来说 它描绘的就是 描述就是那种烘焙香 烘焙香 跟我觉得跟五号 还有威吉尼亚 属于是同种类型的 就是同种类型的那种调香 这种调香其实还是比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MT的那个原味烟炭 我抽起来的话 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调香 就比干烟草 比那个金利烟草 确实是味道的层次 要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些 所以这种烟草课 我抽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我还是蛮喜欢 我需要连抽大概三到四口 别五十啊 四十来的还是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 但是味道确实还不错 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一口得不到满足 所以我要连续抽两到三口 甚至四口 抽到抽多的话 就感觉上次会有一点点痒 我刚才的话都已经都被刺激到 咳出来了 这就是我心情有一瞬间 这个嗓子的反应会有一点明显 就是像以前我描述 就是它有点毛边的感觉 有点毛边的感觉 好的 这又一拍的话 又是差不多一两天 一天之后了 因为我上次测 用这个奥罗的Saut Tank抽那个 Sauty Bastard 这个Tobacco 就标准烟草的时候 我感觉连抽两口三口之后 嗓子就有点发痒 我后来昨天是用GQ 后来昨天我是惯了GQ 来抽它 抽它之后呢 就 现在在抽的话 就完全没有那个嗓子发痒的感觉 然后连抽的几口的话 也能够接引 然后嗓子也不会痒 所以我在这里再补录一下 Sauty Bastard 的Tobacco 烟草口味的 其实就是那个信义13的口味 还可以 不错 好了 今天只能凭这一个口味 剩下两个口味的话 我要等我的其他的新的心子 到了之后 我才能测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你的收看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一下赞 或者转发一下 关注我的新的微博一百老许 或者是淘宝搜索小店一百老许 来向我咨询这个产品 也都可以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Mua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